JACKY SHOW 各位觀眾朋友 WELCOME TO THE SHOW JACKY SHOW 掌聲鼓勵一下 觀眾朋友熱情收看我們的JACKY SHOW 咱們旁邊這位是我們的阿輝 Jeffery 還有我們的康康雅里安 歡迎他們兩個 雅里安星球王 我今天這樣打扮覺得 來是愛因基摩人 什麼愛因基摩 愛斯基摩人 什麼愛因斯坦 愛斯基摩 但是有一個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那是一個世界上 非常偉大的一個科學家 發明家 但是你最像 怎麼說 因為他有點像猴子 拜託有什麼像猴子 我拉你沒拉 真的嗎 媽咪啊 拜託明明有拉 這些婆婆媽媽不是 你們不是來錄節目 你們不能看到黑影就開槍 對 就是嘛 你怎麼平平一直觀察我的褲襠裡 你錄影不專心 你注意到這是幹啥的 大家要注意到頭皮以下 不要老是考慮頭皮以上的問題 孩子在找你的缺點 那今天照這麼久 我們的主題是什麼呢 主題 那什麼族 追羊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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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羊 那我很恐怖 我數羊 大家很喜歡追我 跟那個羊不一樣 要加三點水的羊 那麼他追羊 他追老外 也是追男生 這樣大家了解到今天我們的主題內容了 媽媽的心情更開心 媽媽又更開心 在那裡 幾個媽媽又開始在那嘟嘟男人了 現在是怎樣 怎麼都是這種 但這個是存在的 老有十六歲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比較年紀大一點 我們一起來歡迎今天特別來賓 李永利小姐 妥中康先生 姚戴偉小姐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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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來 李永利小姐告訴我們 你本身有沒有知道 對追羊族 你有沒有什麼樣的看法 對 其實追羊族 跟哈利族一樣 在台灣也已經存在了很久 那還有一個是追群族 他專門追群人 去整個 去台灣也有 台灣大概在兩年 兩年前的 差不多兩年左右前 也有這些 開始台灣也出現了這樣一個經濟 是 是 那這個跟黑橋排上 有沒有關係 有沒有關係 有很大的關係 這個很多 不管是男性女性 追一些黑人 是跟性有關係的 是嗎 對於這個追黑族的問題 其實我有研究過 有研究追黑族 但是很抱歉是 那個案可能是在日本 請說 因為日本他們的 日本女生 他們很奇怪 他們非常崇拜一種傳說 就是黑人的性能力特別強 對 不過你真的問到他們 他們會有很多理由 比如說黑人的音樂 黑人的在很多領域的 藝術方面都很有成就 但這還是他們的說法 那最主要的原因其實是性能力 那其實日本的男人呢 你去問他 他也不覺得說 他們日本女人這樣子那麼追黑 他們覺得有什麼不好 反而他們會覺得 對啊 你看黑人走到世界 跟我很多地方都被歧視 那走到我們日本那麼受歡迎 反而你也應該滿高興 那生出來就不是巧克力了 是可可亞 就有一點不太黃 可是你知道嗎 其實他們這種崇拜黑人的性能力 是不只在東方 連西方的女人都非常崇拜 西方男人 那黑人的性能 其實黑人不只是性能力好嗎 因為我曾經看過一部A片 那它是一部最早的 第一部的經典的A片 叫做Green Door 綠門 它裡面就有一個非常非常經典的 一個畫面就是一個黑人 他穿全身白的景深衣 可是他只把重要的性器官露出來 就一重黑的 他就是要突顯那個部分 對 所以其實他不只是在日本 其實在西方也是非常崇拜 黑人的性能力 那已經談到這邊 能不能把這個錄影帶Copy 或者劍王 我有聽文英阿姨講過說 王偉忠王大哥拿那個給他看 他說 夭壽那個黑人跟這裡 蛤 對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我看過那個照片 真的是嚇死人 拿起來之後 對 那我講實在話 那個可能不太正常 對 基因也會突變 對不對 那今天我們要討論的一個主題 跟這個有一點關聯 但是不是全然有關 追養主的男主角 他本身是男生 但是他喜歡的對象是男生 所以應該是一位同志 我們現在他已經來到我們現場 有什麼疑問直接發問 歡迎我們的亞當先生Go 亞當謙恩你好 亞當謙恩你好 Say hello to everybody Guerrace everybody My name is Adam Thank you So you can You always make a friend through foreign So you can speak English Part of it Yes 不錯 他本身的外文能力也是不錯 我這樣講 我的文法還可以嗎 Very very good Thank you Thank you It's my pleasure 那麼你本身是同志嗎 Yes 你本身是同志 那麼你什麼時候發覺自己喜歡跟這個 喜歡跟老外在一起 不知道 因為第一次的交往對象也是老外 第二次也是 第三次也是 一直到第八次都是 你進入到同志這一行 也不是說這一行 也不是說這一行 就是說你本身是 同志是因為外國朋友的引導 應該不是吧 在高中時候就是會對男生比較有好感 然後就是有一次可能我初戀的對象是一位外國人 所以就這樣了 所以你會不會跟外國的女生交往 有試過一兩次 那是在我那個同性戀情的初戀之前 但是那種感覺都僅至於在好朋友巴哩巴哩那種感覺而已 就並不是有性行為或怎麼樣 沒有那麼親密的關係 沒有 聽說你第一次交往的對象是傳教士 是傳教士哪一叫的 M開頭的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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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好 One moment OK 是這樣的 那能不能稍微敘述一下 當時的情況是怎麼樣 那時候是我在我高中的時候 然後呢我們都知道嘛 台灣有一些就是很年輕 然後又很有乾淨 也是很年輕人 對 又愛騎腳踏車 對 他們都是會騎著腳踏車來台灣傳教 然後呢就會在大街上就是說 很熱心的跟你傳教 跟你講一些我們教的教育這樣子 然後就是大概是我們是在圖書館認識的 然後就是慢慢的聊天然後彼此了解之後 我那時候高中英文不是很好 所以呢他就很花時間很專心很 很很 我很這麼講 就教導我就是 你也主要想學一點英文對不對 對 剛開始這樣 後來英文有學好嗎 你覺得呢 我覺得應該有學好 謝謝 不過另外一方面應該學得更好 你覺得哪一方面呢 比較經常 因為這個個人的隱私 不要談得那麼詳細 那你喜歡 特別喜歡哪一國的洋人 義大利 為什麼 義大利 義大利的男人最熱情 他會在很高亢的時候會唱 然後 可以這樣嗎 是有過這種經驗 那你們一定要在左臨右側沒有住人的狀態才會 那時候在山上 你們兩位還是也和二重唱 義大利人 對 你到現在總共交往過幾個老外 八個 目前也有嗎 目前沒有 目前空窗幾個 你是不是因為八國聯軍 你幾國人啊 對 對 那你本身 我能不能問一個比較深入的一個問題 你本身是一號還是零號 還是二號 有二號 有二號就是雙 這不是你們這種不是同志人 我也了解的 本身是 我想這個問題 我等我下次來上節目再告訴你 好 這個問題比較深入一點 可以保留 因為這個是可以保留的 你本身可否 願意走到目前 跟大家聊一聊 那有什麼問題呢 沒有問題 非常大方 我們幾位來賓 你們就敘事以待了 我們現在立刻歡迎我們亞當先生 GO 歡迎亞當來say hello to everybody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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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麼我們幾位來賓 我不知道你們這手邊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發問 不要客氣 你這次是過 你教過八個外國人嗎 對 那有義大利人 還有哪 義大利還沒有 目前的希望是以後的伴侶是義大利人 等一下等一下 那你說義大利沒有 那你說在山上跟義大利人 那你說在山上跟義大利人 那是拉丁人 那是拉丁人 謝謝 那所以人種好吧 老闆講人種 你老公叫什麼名字我忘了 錢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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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也比較體貼 然後他有什麼問題他會勇敢地說出來 不像我們國內的朋友他比較含蓄 然後什麼事情都是很遮遮掩掩的 那你的家人你的朋友知道你的狀態是這樣嗎 朋友都知道 但是家人的話 就是我會盡量保護他們 還是有心理障礙一點點 對 盡量不要讓他們受傷害 是 我們剛剛前面討論好多 對 你交往過有沒有黑人 黑人 黑黑朋友 你不要憂愁 如果有機會的話 試試看是滿不錯的 對 所以目前是義大利人跟黑人 你沒有交往 其實我也用過黑人 牙膏 我早就知道了 還會有什麼好東西 來… 來… 李永利小姐 對於這樣的現象 你有沒有… 她出來之後 你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發問她 是… 我從一開始聽亞當先生說 她談過八次戀愛 對 八次 那八次全部都是外國人 對 那意思就是說 您從來沒有跟我們本國人 或說中國人談過戀愛 那在這之間 你既然沒有相處過 你為什麼能夠很斷言說 他們可能不會適合你 基本上呢 我八次的戀情 都是對方主宗追求我 對 那從前幾次的經驗都是這樣子 然後呢 就是… 我不知道耶 就是… 可能有些中國的同胞 都會有感覺 但是他們可能不敢說出來 是… 那我本身也是一個 比較被動的一種… 你也是屬於中國人說 你也不太敢 對 所以就是 會… 會接受… 怎麼講呢 等於是說 只要對方 能夠勇敢地 跟我說出 那… 那種邀請 或是那種要求的話 我會考慮 或比較… 這樣就比較直接 通常是在POP 對 你也到POP裡面 去認識這一套 都在台灣嗎 對 什麼樣的地點 還是說在 他們工作的地方 還是沒有出過國 有 對 我曾經有遊學過 當然很多人 都有那個意念 想說要跟老外交往一下 我們來看看 大家的意見是什麼 全民公投 請看 哈囉 你是女士嗎 沒有 我是男人 哈囉 我是女士 我是男人 好 不是在這兒 我在台灣 黑人是非常受歡迎 這個月到目前為止 我已經交了五個女朋友了 是… I can't wait 為什麼是你 因為我也交了五個女朋友 是… 但是我還多了兩個男朋友 好厲害喔 對 對了 我沒有時間再聊了 為什麼 因為我得了艾滋病 我要去看病 等等 等我一下 我也要去 全民共同 什麼叫做 全民共同 什麼叫做 今天的題目 這就是 你只想跟哪一國的人談了 有沒有談過戀愛 沒有 都還沒有交女朋友 沒有 那有沒有想交外國朋友 日本 日本 喜歡日本 哈日族的 那你呢 我差不多 那你… 那你… 不錯喔 對不對 挑過女朋友沒有 沒有 沒有 那想跟哪一國的人談戀愛 如果外國妞的話 有什麼… 丹麥 你有沒有叫又馬丹麥 你看看 在外國真光 哥哥沒有想到為國丟臉 我比較喜歡跟日本女生 日本女生 那日本女生跟我們台灣的有什麼差別 都是這樣子啊 聽說她們的平均 善為平均比較大 她覺得日本尚為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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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覺得要大坡的 這樣子喔 兩位同學這個有沒有談戀愛 有 現在都有男朋友 有 有 那那個… 如果說 現在沒男朋友的話 想跟哪一國… 外國朋友 你們會選成哪一國 美國 美國 為什麼 比較欣賞她們的個性 這樣 對 沒有一定要哪一國人吧 要個性和就好 應該是吧 那你會不會那個… 介意跟外星人談戀愛 雅力安心 對… 不會跟雅力安心 最想跟哪一國的人談戀愛 日本 日本 這邊是日本 為什麼 Cue very cute Cue… 日本 都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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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錢就好 有錢就好 不是啦 是沙奧地阿拉伯 沙奧地阿拉伯 你同學很Cue耶 給5P有沒有 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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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怎麼會你會耶 5P耶 跟外國朋友談戀愛 會選擇跟哪一國 呃… 尼巴嫩 尼巴嫩喔 尼巴嫩 尼巴嫩 以為是尼巴嫩人 喔 因為妳喜歡雞肉裡圍 對 所以妳就選擇尼巴嫩這樣 喔 妳知道尼巴嫩在哪裡嗎 嗯… 戰亂的地方就是 喔 不要這樣子問人家嘛 我教妳回答一句 在哪裡 我就是要雞肉裡圍 對不對 那妳呢 應該是日本人吧 日本人啊 對啊 其實妳像日本人耶 有沒有人告訴過妳 那妳喜歡的是 是木村拓哉 還是唐澤壽民 白色自戀那一個 弟弟 喔 白色自戀 自春劍 這是一個 不是 是家庭 沒有 家庭男朋友 剛分手 分手吧 我們分手吧 那心情還好嗎 非常好 那如果妳跟外國人談戀愛 妳覺得要跟哪一國人 日本啊 那自春啊 那我要張學友 香港人 香港人 也算是外國人 對 等一下 她搶了妳的了嗎 那妳呢 沒有 我… 但是跟李奧納多 李奧納多 李奧納多 怎麼轉過來就變三…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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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是三朵花 三朵花 第一朵花 呃… 要說什麼 有沒有交男朋友 呃…沒有 沒有啊 那如果說妳要跟外國人談戀愛的話 妳會選擇哪一國 日本人 日本人啊 唉唷 為什麼呢 因為日本人 男生感覺比較帥氣 比較會打扮吧 哪一國 你… 你一定要擺自這張 在幹嘛 這… 這個是他們剛剛拍照的 這樣我有關係嗎 沒關係 很可愛 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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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想要聽到妳 這裡哪大 這裡哪那麼大 這裡哪那麼大 沒有啦 安娜 為什麼 因為覺得那一國男生比較帥啊 好這樣子啊 好 那這一位呢 我喜歡黑人吧 喔 嘻嘻 嘻嘻 Oh baby I love you baby 妳也沒有黑人啊 為什麼… 因為那他們的身材就比較好 熱情 對… 而且比較壯 Oh baby I love you baby 這是冒牌的 太冒牌了 哇… 大概南美那邊的人 南美洲那邊啊 南美洲那邊啊 或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啊 為什麼呢 長得比較帥啊 比較帥啊 男朋友抗議 那男朋友講幾句話 這樣子不好嗎 蛤 那沒有關係 你如果有機會 你最想跟哪一國的人談戀愛的話 這個聊聊而已嘛 對啊 哪一個 當然是金氏貓 金氏貓了 要金氏貓 金氏貓 金氏貓 當賣的還是羅威的 當賣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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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會不會因為這個話題 等一下就吵架 可能 可能 不要喔 不要這樣喔 英國吧 英國啊 為什麼呢 比較有文學素養啊 比較紳士 但是英國人很高耶 對 又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對不對 台國喔 對 就日本好了 日本 也是靠設資徒 對啊 開玩笑 我覺得日本女生就是 給人家就滿活潑的嘛 好 今天全民公投 有20位觀眾投票喔 那麼沒有第三名 因為第三名又贏 太多了 例如香港啊 尼巴仁 加拿大 北中 南美 英國 對 有人說北中嗎 黑人代表北中嗎 對嗎 對 但是我跟你講 第二名非常激烈 有兩位喔 一個就是 當賣 一個國家就是美隔 當賣出品觀眾有信心 美國出品觀眾也有信心 那第一名到底是什麼呢 那當然就是彩虹顧問 日本人 日本朋友 對啊 對啊 而且剛剛為什麼喜歡呢 在他的皮夾 就有他日本女朋友的照片喔 亂講 那是那個 性幻想的 好 全民公投 什麼都投 全民公投 我們這個題目呢 就是比較客觀一點 不要說仔細 有說黑人啊 什麼外國人 我們說 你喜歡跟哪一國人 結果我們得到的第一名是日本人 日本 在我們台灣來講 喜歡日本人的還是很多 還是在大中 然後接著第二名是丹麥跟美國 其他是黎巴嫩 因為基諾李維是本身的老人 對 有黎巴嫩的這個血統 英國加拿大南美黑人就可以 沙烏地阿拉伯也有啊 有喔 所以這個當然這是大家的意見 如果說有機會讓你跟老外交往 那陀宗康先生 因為他也交往過許多洋人 對 他們最懷念的是 楊妞兒 我覺得日本人比較好吧 為什麼 第一個日本人比較 女孩子比較溫柔一點嘛 然後 李永烈小姐 李永烈小姐 搖頭如山上 為什麼 大家認為日本女孩子溫柔 我覺得那是日劇裡面的印象 日本女人很兇 問她 她是日劇時代的人 日劇啦 拜託 日本劇 偶像劇場 那是個案吧 一人而異吧 因為像台灣 台灣女孩子也有的很兇 也有的很溫柔 我是覺得她們跟我們的生活方式 她們會比較做多一點事情吧 然後會多為你想 也許是我遇到的是這種的 哇 真幸福 那其實像美國的女孩子也很好啊 她們就是可以陪著 像我們喜歡運動 她會陪著我們去運動啊 去玩一些那種 一般台灣女孩子不太敢做的事情 那李永烈小姐呢 因為我本身就是流露的嘛 就是 所以我日本 我也交過日本男朋友 那在台灣也 當然有談過戀愛 那在之外的國家就沒有了 日本男人給你的感覺是怎麼樣 有留下了一些歷史的傷口 有些人會內心裡面對不對 我認識的就有 我認識就裡面就有 我跟你講 可是就我自己本身的感覺 其實大家都說日本男大男人主義 但是我並不這樣覺得 我覺得有些 在有些方面 反而是台灣的男人比較大男主義 就交往了你的感覺 日本人給你的感覺是怎麼樣 其實現在日本的年輕人 他已經不像是我們印象中的很大男主義 或者是說 然後下班不回家 一定要在外面溜達 然後不做家事 因為日本社會也在變遷 那現在是不會幫忙做家事的人 也交不到女朋友 所以這是有分別的 我曾經認識一個女孩子 對不起 不是 我是說 因為剛剛是講說因為沒機會了 可是我剛剛這樣仔細想 如果真的有機會的話 我想 想教法國男人 喔 法國 因為那個發音的問題 法國人 有教過嗎 真的嗎 法國人 請說為什麼 為什麼比較難慢 你覺得主要是法文 那個法文 我很怕人家跟我講法文 我覺得整個人會軟掉 而且聽說他們在最高潮的時候 那種發音也很恐怖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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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什麼意思 是 是 是 你還會有哪一句 他是說 這什麼意思 要不要跟我上傳 真的嗎 好 都不好 學這個 對啊 沒有 他把鍵詞學會了就好 他去外國就帶這一句句就好 他剛剛講法國人我也滿認同 因為以前 以前我們有認識很多法國女孩子 哇 哇 跟他們在一起的時候 會覺得他們滿有氣質 而且 香薯在一起很舒服 而且他們 整個感覺不會那麼激鮮 然後很順暢的 法國女孩子有個特色 她喜歡你 她可以直接就表白 很快的 大概15分鐘或10分鐘 不要說小弟是沒有經驗的 哇塞 你們都是金百丈 能不能現場示範一段 你就來這個 比如說 你要把 你要把他好了 好 好 goed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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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xewho 可RY 要打訪一下 こ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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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掌聲鼓勵 原來他弄到的一個是 我肯亞的啊 肯亞 肯亞那個講話很 立書嘛 那麼一般來講就是說都是在POP裡面 認識這些洋人 也不光只是在POP 比如說圖書館啦 書店啦咖啡店都有可能 到處都有洋人啊 對啊 是一個非常開放的社會 那我們這邊當然也是要讓我們 這個幾個婆婆媽媽來提出 他們心裡面的疑點來請開始 你常常接觸的是外國人 你有沒有想到萬一是 得到艾滋病的話那你將來有沒有想結婚 我想這一點 在感情方面當然是很謹慎 然後在對自己保護方面 也是要非常的小心 所以呢一般如果說沒有交往 一個月以上呢 應該是不會再快速的發展到 再進一步的關係 而且 有一個技巧就是說如果說你真的 克制不住的時候 是 你可以先跟他去就是 洗澡 然後利用這個機會呢 仔細觀察他身體上 有沒有一些特殊的病症 或是有一些奇怪的習慣 當然了就是說 盡量抓住任何的機會 盡量去觀察他的一些身體狀況 還有他的一些日常行為這樣 其實這個也不一定用在男生與男生 男生與女生也是要先洗澡 所以康康好好學一學 他本身對兩樣東西有過敏 黃瓜跟口水 黃瓜是因為形狀 請聽當事人照說 黃瓜跟口水是 這個事情是怎樣 那一次是我 也是跟那個 就是跟交往三年那個朋友 那時候已經住在一起了 那時候我在一家 蠻高級的餐廳打工 結果 我不知道 我那天剛好就是休假嘛 對不對 然後 他不知道為什麼 上班上來一半回來 他說他跟同事吵架 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 然後就是 我就說 我想這個也沒有什麼 好奇怪的 就讓他自己去 可能他情緒平復之後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我就去忙我的 就整理家裡 洗衣服幹嘛 然後就睡著了 然後突然間 半夢半醒之間 他就說 就是 摸上床來 這個就是 喔 想接近你 想要 對對對 就是做兩個人很喜歡做的事情 這樣子 然後呢 OK 我就很配合 因為跟他有 有非常好的默契這樣子 然後呢 坐在一半 怎麼奇怪 今天感覺不一樣 平常呢 應該是熱熱的感覺 怎麼見是冰冰涼涼的 然後往下一看 那幾條車在那裡 對 黃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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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而且是剛從冰箱拿出來的 哎呦 冷死了 你在幹嘛 他說 What are you doing 後來就 我就很莫名其妙趕快 跑去一直洗澡 然後就這樣跟他大吵一下 他說 I'm sorry I never do it again 這樣 不會再這樣 那口水呢 口水啊 口水啊 口水就講到我第一次新經驗 請說 哦 有 蛤 請說 OK 第一次新經驗是跟一個 他是我高中同學 然後他是籃球校隊 然後身體很 身材很棒 然後很 很悶這樣就對了 那就是 可是他很沒有氣質啦 真的很喜歡罵三隻精 對 然後那一次就是他奇蹟的在我嘛 然後就 嗯 奇怪怎麼今天我們平常都不是去 漫畫書店就是去吃冰 怎麼今天他往干測園裡面走 蛤 很奇怪 然後就說 他就長了三天一整 那什麼 我現在就要這樣子 然後我就 我說哦哦哦那時候我還不懂事 就是游著他去了這樣子 然後就是 突然間 奇怪怎麼 屁股那邊有那種液體 那種流下去的感覺 而且還有這種 像那個漿糊 那個澆水那種感覺有沒有 我就奇怪 你到底在幹嘛 他說 我就回頭看一下 他就 這樣往我那個 那邊打進去 你知道嗎 我就一直打一直打 然後我就要挺他 又不挺 然後這樣子 然後就是 甘蔗 對 那是啦 沒有啦 你有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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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繼續講 我知道那種低色感覺很痛 然後真的痛到整個人 都麻掉沒有知覺 你知道嗎 姚媽媽哭了 姚媽媽哭了 其實你的第一次 跟她的第一次狀況一模一樣 真的嗎 沒有啦 是她的 是地點一樣而已 甘蔗園 不是 我是真的第一次聽到 然後有人真正被拉到 甘蔗園 要被做掉 有點痛苦 那因為我們 那個甘蔗園 離我們家最近 他就在學校旁邊而已 對 還好不是到鹽田裡面 你會死的 我跟你講 那個多辣 媽媽 有問題請發問 媽媽已經來了 四號媽媽截面槍 媽媽臉色都好 大便 對 媽媽的臉色都不好 你看你們這樣笑 其實我們笑不出來 對不起 真的笑不出來 但是呢 你這種 你這個同志的這個存在 也是社會的存在 謝謝老師 我們前面 前面我們有 我們有播過這個 這個 了解了解 是啊 我們打算聘請你來當本台總監 我這麼了解 而且每天他們都一定要看 所以呢 但是我都覺得你 因為 談得很開心 是 反規一面 我想問問你 你有沒有感覺 哪會起一面呢 會不會覺得 覺得哪會前的 不好的一面呢 有沒有 會不會 當然會有 所以我剛剛在後面 其實心裡很忐忑 對 可是呢 因為我既然今天來 上了這個節目 我就先把自己的心理建設 先做好 對 因為它是一個 其實它是一個蠻 一個社會現象 那如果說我們 再更 更避諱地去談它的話 這個話裡就會變得更曖昧 對 所以我們就是正當 但是勇敢 這個是社會現象 對 但是金幣還是個別的 對 不是普遍 對它不是普遍 對不對 在我們國家是不贊同的 在外國是已經是承認這些事情 在美國 在日本已經是承認這些事情 沒有什麼關係 在台灣其實同性戀 對媽媽是一個問題 同性戀 媽媽這點我又要跳出來了 請姚代偉 我覺得在台灣並沒有說不贊同 今天只是有一個人他願意把他的經驗拿出來分上 我覺得那是他個人的立場 那 我覺得沒有什麼難為情不難為情 因為他自己已經做了決定要去 跟大家承認去 他做了這樣的事情 然後他自己也願意去負責那個後果 其實我覺得基本上 對 這個我也知道 好 交給媽媽 但金幣老師跟外國人 我們中國人有中國的立場 我覺得你 因為當年八國聯軍 媽媽 這點我就要站起來了 新法聯軍 對不對 對 他今天跟外國人 外國人也是人啊 他嫁給外國人啊 我還嫁給外國人了 媽媽 其實我為什麼 其實這點我可能會比較尖銳一點 是因為我的母親 剛開始非常反對我跟外國人交往 那後來有真的去深入地跟他去溝通 發覺只是因為他覺得那是不同人種 不同文化 姿色不一樣 還有不同的語言 他會害怕 那我覺得外國人今天 因為二十一世紀 馬上這個地球太小了 已經被地球村 那那個所謂的mix culture 就是那種混合文化 我覺得是一種趨勢了 不不不 我並不是說不同意 你跟外國人什麼 媽媽說不不 我的媳婦也是日本人 我的媳婦就是日本人 謝謝 兒子幫我們報國仇 謝謝 對啊 我的媳婦是二人 我並不是說你跟外國人 你是講性別的關係 他那個是不同 性別的關係 對啊 他完全是那種 我怎麼 我不會用這個詞 媽媽我了解 就是說你怕他因為 這個外國 國外來講 這個AIDS 是艾滋病 他是國外蔓延的比較厲害 會不會擔心這個問題 對啊 而且就從洋滅完那種味道 不是說好像 你看上一次我們那兩個 兩個同志 他就是好像比較健康一點 那個白色的爸爸 白色 拍進去 他有問題 年輕人發言 你好 我是其實是從國外回來的孩子 我們從澳洲來 澳洲 澳洲 大家好 西東 No 澳洲 澳洲 他們那些其實這些都是合法的 而且我們從小受了教育就是說 不能歧視這些同志的人 他們生出來就是自然的那個現象 對 我們只要是說我們是要有信仰的人 性是sex的性 然後我們要就是說 我們對自己有信心 我們是異性戀人 可是我們可以接受他們 然後要跟他們做朋友 Sorry 你本身是同性戀者嗎 我是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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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性戀者 女朋友都要自由 你要這樣子 你不是很快撇清 你那個主動就有一點歧視 我不是 我不是 不是 因為呢 這樣子回去可能沒有女孩子來找我 那旁邊呢 就是我姊姊 姊姊 姊姊是嗎 哎呀 你要早講嘛 已經 後面剛剛 姊姊好 姊姊今天我化妝一直在偷看我 那請他繼續 就你們國外的角度也告訴我們一些 我們是覺得說 要和這些人好好相處 然後不要歧視他們 可以幫他們當朋友 而且千萬千萬就是最比較怕他們 因為他們是 其實他們是最害羞的 自己最有恐懼的 有時候比較生長在陰南面的人 你不要覺得他們會來向你搭訕 其實他們都很怕別人說 這樣子講他們壞話 對 所以我們觀眾朋友 會看節目的內行的就知道 這節目已經慢慢走入國際化了 好不好 開玩笑 伊莉莎 她就可以看到整個大世界 你要弄清楚了 每一集都 合奏 合奏 怎麼我覺得 每一集都要弄一些老外來到現場 好不好 不管如何 澳洲要弄 下一集裡面 我們還有來自更遠盧州的朋友 也會來到 那當然 好 那麼幾位來賓朋友 有沒有什麼樣的其他問題想要發問他 其實我是覺得 同次是大家真的要接受他們 那大家不知道 知不知道狼女 就是那種從小 狼女 對 狼女的姓 因為她從小是在這個環境 被狼帶大的 那即使她回到了人類的社會裡面 那當她有一天發情的時候 她的眼睛裡面看著 她會愛上的還是公狼 那當她愛上了公狼 她在發情期 她跟公狼做愛 那在我們的觀念裡面 我們都會覺得這是人獸結合 但是在她來講 對她來講這不算是異常 那就像剛剛那位先生也講 他們可能有些是與生俱來的 那有些是從小的環境 慢慢造成他們這樣子 所以這對他們來講 這也是一種很正常的行為 了解了 這個在英文來講 叫one man's poison maybe it's one man's medical 對不對 medicine 有一個人的毒藥 很可能是另外一個人的解藥 立場不一樣 我們這有時候還是要考量一下 其實我覺得我可以理解 亞當為什麼是變成一個 追揚族 或者是說他都跟外國人交往 因為我自己本身周圍有很多同志朋友 對 可是在這個台灣的這樣一個社會當中 真的是比較沒有給他們空間發展 所以我很多朋友他們都是非泰國 樂園 那真的是樂園 對 我有很多朋友也非泰國 而且有的非法國 法國也有 法國也有 對我們男人來講也是樂園 真的啊 所以這個我想這個姓氏 大家不敢討論 我們既然面對 我們就要好好的去了解 然後去剖析它裡面的奧妙 今天也再次謝謝亞當先生 來到我們現場 咱們不如Together Forever 來首歌大家緩和一下 今天沒有什麼敵對的狀態 咱們來 來一首歌曲名叫 《愛你一晚年》 我愛你 我心屬於你 今生常識不移 在我心中才沒有誰 代替你的地位 我愛你 為你回應 我在漂浮不停 你要為我發想一想 我決定愛你一萬年 謝謝 謝謝他們 謝謝 謝謝亞當先生 謝謝 謝謝